就到了我們每周末最純福山這邊的人最瘋狂的一個節目了 叫什麼節目呢? 穿梭陰陽界 有人喊綜藝人 好了 我們這個故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在我們的臉書或者是LINE上面寫的 叫什麼故事 會說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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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上去 你到學校每個家 為什麼會有會說話的聲音 聽說有一個人叫阿珊 他叫阿珊 阿珊 他叫阿珊哥 阿珊哥 不要睡到 眼睛 所以有這個 不要弄他 聽說 給眼睛 聽說這個阿珊 國中就畜學了 後來聽說在高雄這個某一個地方 跟朋友 因為他很喜歡修車 後來他爸爸就 讓他去跟師父學火修 學那個修車 很會修喔 因為很有興趣 很多車子到他手上 快的變好了 後來他朋友覺得他這個技術不錯 就跟他合夥開了一家修車廠 規模不是很大 但是因為喔 那個 他的修車技術不錯 客人越來越多 嘻 看這裡喔 客人越來越多 然後 這個 名聲就越來越好 那有 因為那個 CAS就接不完了 有時候忙到晚上11點多才可以接他 剛好有一天喔 剛好 差不多11點的時候 修車修修修修 然後覺得很累 然後準備回家了 嗯 他在他們那個店裡面前面一條路喔 那條路裡面喔 有一台車子喔 名貴的車手 賓士的Benz 嗯 嗯 嗯 燈開 那汽車就要開過 而且打燈啊 那燈怎麼樣 他說喔 那個 汽車 咚 咚 咚 然後門開 有一個有一個人走下來 他就 一個穿皮鞋 髒皮 黑皮鞋 一看就是喔 很有錢的 好像是 那個 老闆還是這個 經理之類的 嗯 他開了一個 開了一台賓士的 後來他就跟那個 嘻 張三講說 我這個車子喔 在 在那個 開車的時候去撞 不小心喔 嘻 撞到路樹 車頭有點凹進去 所以請他喔 幫忙把那個車子修一下 他後來說 你這個車這麼名貴 你為什麼不找 嘻 為什麼不找其他人修 他說喔 那車子是一點點 他不曉得 不方便找別人修 就叫阿三幫他修 阿三就說 那這樣的話 因為我現在Case很多 可能今天 可能明天還不行 後天早上你再拿 他說OK啊 那個人就走了 回去之後 阿三因為那天很累了 喔 又跟他聊了一下 已經十一點半 想說乾脆 今天又不回家 睡在店裡面 就找了打地鋪 睡在店裡面 鐵門就拉起來 嘻 鐵門拉起來 然後就直接在裡面睡覺 睡到差不多晚上 十二點的時候 去去 去 去 結果那個店的名車 有那個門在開開 開開合身 那奇怪 他說這心裡想 欸 我記得已經把鐵門關起來 裡面都沒人 怎麼樣 這時候他就警覺醒來 裡面可能有小偷 有錢進來 小偷 他這樣一個人在裡面 很危險 他就 汽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看過 汽車修車場 有一隻板手 剛才那個板手 大字很大 他就拿在手上 就這樣 錢不要過去 想裝好 先下手回想 那本來黑機器 把燈都 燈不然打開 他一看 看有沒有人 到處看 然後把車子下面也開 這樣 欸 都沒人 這時候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是耳朵聽錯了 聽到 咔咔咔 那門在 汽車門在開的聲音 嘻 我還說 因為他到處找 找遍了整個 修車場找不到 我還說算了 就要走 真的要走回去的時候 咔咔 全部的燈光 就像我們剛剛說 就要按掉 嚇一跳 結果嚇一跳 突然 他聽到一個聲音 有一台汽車的引擎 開始發生 而且很奇怪 從到前面去看 剛剛那個 賓士車的那台車 汽車居然 燈亮 沒有人 自己在發動引擎 欸 所以說很緊張 所以他在警察說 他那個門 汽車引擎蓋的門 突然 汽車引擎蓋 嘻 汽車引擎蓋的門 突然打開了 打開之後 突然有一個聲音 有一個 嘻 有一個女的 嘻 聽我講 有一個女的 在哭的聲音 從那個引擎蓋裡面 慢慢穿出來 穿白色的衣服 然後呢 他就說 該死的 為什麼殺了我 他就一直聽她們幫助 然後 也欺負流血 那個女的 然後 陰身身的 頭髮很長 然後肚子有點微凸了 因為他說 他還講一句話 為什麼殺了我的孩子 因為他有一個小孩 他就整個人 就從那個 那個車子 那個引擎蓋上 往往身上 全 然後從她的衣服 因為她穿白色 整個身體下面都是血 然後她那個車 汽車一直噴血出來 那個血 整個血淋裡面 哎 你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害我 我跟你不守 後來 那女鬼說 我回了 不是要來殺你 女鬼就把這個 原因她在裡面 她說你是怎麼搞的 為什麼 你會在那個汽車裡面 你跟那個男人 開兵刺什麼 她說 我恨她 我要把她殺她 為什麼要殺她 她那個男人很可惡 她 原來她說她是小三 那她 她 那個男生 他還逼自那個車 是一個有錢人 她背著她太太出來養小三 後來 沒想到她本來是跟那個小三 玩一玩 沒想到那個小三 玩出了一個孩子 她要她那個男生負責 那個男的怕 東窗吃飯 因為她 她太太 那個錢都她太太 萬一她太太知道她什麼 一如所有 這個八點檔 不是她在演 結果後來 她就說 她太太有警告說 只要她在外面 楊小三被她抓到 她就一如所有被踢出去 她很害怕 怕東窗吃飯 她就偷偷地把那個 她那個小三 噓 再到山上 無人驗的地方 她說 她要給她一個 surprise 準備一個禮物 要給她慶祝 叫她太太在樹下那邊跟她 她 她要告引擎 被拿東西 沒想到她太太下車的時候 她就啟動了汽車 直接從她太太撞上去 而且那時候她太太 裡面還有她的小孩 直接撞 撞飛過去 她太太本來 還沒死喔 從那個 地上要爬起來的時候 一不做二不休 爆打 從後面把牙死 整個牙的粉身碎 而且那個 車子就是有血 她當然做了處理 她把前面的血都擦掉 然後就開 她本來叫神不神 就跑到 請阿三把她把車子弄好 後來 她說 要請阿三幫我們一件事情 噓 明天打電話報警 請警察來抓我 隔天 禮拜三 那個男人 一進那個 汽車場 警方 從四面幫忙把他壓制起來 他說不是我不是我 他一直說沒有 可是後來 有人在她車子裡面 採集到 那個女生的吸引跟指紋 後來聽說 被判斷死刑 所以我們說 壞事不能做 會說話的汽車 鬼一定會找到 好了